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中国的这段经历 让我们商量一个念头 我想要攻读一个 能够使我继续深入研究中国问题的博士学位 自从有幸认识了北京大学的彭卫教授之后 我一直听从他的宝贵建议 他向我推荐了新汉学计划 这位我打开了在毕露和中国共度博士学位的大忙 通过研课的神经过程 我参与到项目中 在北京大学学题期间 新汉学集团为我提供了探盖导师 中国专家到中国同学的全方位 学习网络 之所以选择研究中国和毕露的各家学区 是因为我想了解中国一千五百多年的移民识 我特别想知道 那些课程为什么要去毕露 这样一个离中国非常遥远的国家 在新汉学计划的帮助下 我有力前往广东 全新福建本地进行调研的机会 我转随各家人的脚步 他们在19世纪离开广东省 跨越太平洋 坐船到达毕露 我参观了毕露第一个 客家会馆和客家人的苗鱼 也认识了客家移民的后代 他们给我看的那些照片并不完整 最少对中国国族的了解 我的眼中恰好迷雾了在毕露的 客家移民对中国不妨不了解的问题 反复了客家人的主题 为学书界带来了新的知识 2021年 我的书课重合出来 以西班牙语去本 这本书是我的博士文文成果 汇集在中国和毕露的研究 它讲述了中国客家人的历史 并将这段历史投射到 客家人在毕露的后代身上 为客家学中的历史 分类学、语言学、证据、文学和文化 进行了广方的概述 我一直有一个梦想 那就是 让个开毕露和中国的海洋小时 标记中国和毕露的文化 使两个年轻人在家水面上新手 到达另一端 并往翻其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